展覆查屯房永十九房单身旱得补税50万 财政部近日启动个人兼房屋租赁所得专案查核作业计划 全国持有非自住房屋10户以上就有1734人 全面查核房租收入 初期将发函通知辅导申报 若屯房大户未读未回将采查核措施 很多大户是挫了一旦 甚至担心到睡不着 在以前这个是很少人会收到的 除非是有租赁纠奔 或者是被民众给兼聚 或顶楼加盖隔套等等的 而现在很多人都会收到 住在台中南区40多岁单身的诚信投资客 就是1734人之一 他名下拥有19间房产 他每天骑着摩托车跑业务 工作超过13小时 成为顶尖业务 同时存房当存钱 他表示拥有50户的人不在少数 早期套房一间100万元 随便买一买都会超过囤房标准 很多人都会成立公司或分散其他人口 但自己没有想这么多 过去几年也都相安无事 没想到这次收到查税表 相当烦躁也睡不好 他说他对股票那些金融商品都不懂 但认为房地产有土私有财 也最稳健保值 没有重大天灾战争就没有太大问题 套房到别墅全都买 而且喜欢与人交际应酬了他 善于应付房客 除了挑选稳定背景客群 遇到拖欠房租等式也得心应手 连他都自嘲 法院几趟就熟了 俨然是房产专家 城南名下其中8间为上一代提前移转 11间是自己跟家人辛苦存钱买下的套房及住家 他向记者强调绝对没有炒房 因为房子都只进不出 单纯收租而已 平均每户收租1.2万元 一年大概有250万元房租收入 如果这次并入所得 肯定是40%最高级据 他试算自己原本所得税是30% 抚养一名不到70岁的父亲 以年平均所得400万元试算 一年大概缴70万元所得税 把房租加入 家境一年就高达650万元 跳升到40%所得税率 等于要补税50万元 但他每年还要背负超过200万元房贷支出 一整年真正落贷的钱不到300万元 因此是否补税感受差异甚大 对于政府这次查税他认为缴税OK 但除了房贷还有出租空窗期 该如何矩阵扣除 而且没有缓冲期 没给反应时间 至于房产如此众多 让一般人好奇究竟要如何管理 他拿着一整串超过20把钥匙一边说 之前连地址楼层都会搞混 房产管理也不是那么容易 但因多集中在某几处社区 交通距离不会太远 利用作业务时间弹性 零碎杂事就靠亲自处理 举帆换灯泡打蟑螂赶壁虎 几乎是谁抠谁到 长连下来已经有固定配合的水电级工班 翻修及修复基本上不成问题 一通电话就能搞定 这张单子不要乱填 也不要把价格降低 也不要另外跟房东 再去签一份新的租约 他都会面临更大的风险 可能像是炸击或者是伪造文书 台湾的不动产买卖客得到 但是租赁客不到啊 都是台面下 也有听过就是呢 屋主去跟那个国税局的人员 打这一项 我记得是可以加拔到最高 是五倍的拔金 我个人是建议啊 就是据使一个 蹈 upstairs 或计者 发货 店 进水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